大家好,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国杀国战 今天继续给大家放国战录像 带来四局录像 其中有一局是我打的 还有三局观众朋友发的 共同看录像 先看第一局 主视角玩家的ID叫做 孤克狼牙 和狼牙榜有什么关系吗 然后看一下他的选将 这里面五国的 我经常说周泰在当前恶劣的路人环境中 周泰是一个非常强的武将 他只要配合一个稍微有点能力的武将 你自己会玩能活到后期 就是非常有赢的机会 看他最终的选将 就是玩家是二六区的 感谢他录像 最终选择周泰干凌 和我想的也是一样的 我也会选这个组合 棋手一南蛮三张杀 反正有周泰什么都不虚 有没有闪这种东西都是浮云的 并不虚的 这里200挂装备158 开这个五五峰灯 开五五峰灯你敢信 这个知己知彼竟然 沦落到 倒数第三张牌 知己知彼这么一张神牌 竟然没有人抢 也是罪了 我真的可以说 国战第一神牌就是知己知彼 要我爸直接开了个南蛮 啥也没做 这边假许继续开万键 这边三雪没有掉雪 好 这里国家直接选择亮将 因为国家背方万键不亮将实在太亏 万一又紧跟这个袁绍你怎么玩 对不对 就没法玩了 这边假许直接杀一刀国家 也是习惯性的仇位动作 好 这边直接消果 假许扔了一个装备 老黄中亮将了 你需要杀谁 你需要杀假许 好这里孔荣直接亮将 幸好现在张飞可以在回合内亮将了 不然你杀都杀不了 当然黄中张飞也是表示自己血线撑不起来了 对着旁边人反正就是一顿砍 砍砍砍 看看能不能砍死 这里假许孔荣躺枪 应该是去了 也是比较惨 死的真心比较惨 这张飞国家是浪的飞起 我觉得你杀这一刀还不如直接贴个乐 好 这边真机 点威选择亮将 他也是被压了血线了 而且这个国家 现在已经这个样子 出来直接把这个张飞撸死 有没有人救 然后这个假许说我可怜他一下 没想到是狗 他是应该看到后面出来卫国 觉得张飞乱杀 心里非常的不开心 这里真机点威直接看了一下下架 然后又去杀 好飞味 看他会不会选择亮 其实被魏国看了 这种残局的情况下 你可以亮一个比较弱的武将 迷惑一下 对 这里选择亮吕布 没有问题 挂起闪电 当敌智觉 你有遗失 当敌智觉 你有遗失 然后效果 吕布也是只能掉血 这里152选择自己这笔 看了一下 看他怎么玩 他没有选择亮将 看一下他又去顺吕布 这里就不好说他到底是什么了 只能说他不是群雄 只能说他不是群雄 这边郭佳看 这个没有亮将也没有去忙上架 直接就是消果了主视角 这里也没有问题 反正手牌比较多 你不亮就消你 好 这里郭佳也是非常明白 知道把下架这个三血不卖的撸死 然后还去准备贴了个乐 幸好是神将 陆迅香香 幸好是个boss 也就是说这里国家打是非常正确的 把那个撸死就非常有可能赢了 但是结果呢 没乐住 这边是神将 并不怕乐 这就没办法了 然后吕布表示急需一口大奶 奶一口 奶一口 看看香香会不会打他 反正这个一般陆迅香香出牌 还得出个七八分钟五六分钟的 看他一个人先表演一阵 大家先看看热闹 反正他就是对着卫国一顿打 因为这边152这身份真的很诡异 你说他是卫国吧 他也没亮 这里陆迅香香根本不屌吕布 屌都不屌你 还奶一口 看这个真机怎么打 你选择杀吕布 我感觉你杀什么吕布 你就赶紧去杀陆迅香香了 吕布有什么好杀的 好 这回让你杀 杀猪哥 董卓了 董卓这里直接无邪怕未批 然后 这个撸一发 这里为什么不撸加一呢 九 九 你杀不到真机 但是 你杀不到真机 为什么不砍一刀下家呢 下家明明顺过你啊 在你快死的时候顺过你 你竟然不砍他 真是鱼啊 这里这个人选择了 开了个桃园 他肯定不是五 是五肯定不会开这个桃园 然后干净周菜也没有动 那这货到底是隐藏的位呢 还是一个鼠呢 其实按常理来说 如果他是鼠 他就应该亮降了 对不对 你是鼠 你这会儿亮了 你又没有嘲讽 你去把这个五果打出来什么的 都可以 对不对 你这里藏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魏 就是不想让这个干净周菜出权力 当然了 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卵用 该打魏还是要打魏的 当然了 他还有一个角度 就是不想让吕布去帮这个五果 结果这个吕布也是倒霉啊 就被批了 152 你是魏国就赶紧亮 你不亮就是蠢啊 因为你这里亮了 你的队友才更有余力去打这个吴国 对不对 你没有必要藏了 你是魏国 你就三打二 你是鼠 其实也应该亮 所以他还选择继续兵干净 基本上就是魏了 就是个不亮的魏啊 是鼠 你就直接亮了 又不用你去打 你在这看看 他们反正自然会去打嘛 对不对 因为你是魏 你不亮 你这两个队友未必会出权力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也忌惮你 所以你不要就是说 给队友留下什么压力 这边继续打 好 你看救了吧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亮 图什么 继续救 还是陆训响响掉啊 就陆训响响 反正一出牌就是一片腥风血雨啊 这个万剑 并不能改变什么 万剑是肯定射不死真击的 好 这边夏侯尊直接出了 刚了一下 没刚中 再消一下 陆训响响应该是去了啊 这因为这边干净周态是没有桃子的 这边没有桃子 那边真击和夏侯尊一刀就死了 好杀 九杀还是 然而这时候展现什么才是神将的时候了 夏侯尊肯定选择神速啊 老师直接带走你 不给你任何机会啊 但是当你看见真正的神将的时候 真正的男人的时候 你就会去这里直接火攻真击 好的能拍中啊 真击手里那张牌不是方片 基本上就是黑色的牌 拍中应该是问题不大 拆拆拆 拆 杀一道 他杀错了 他应该有红的杀吧 或者先放南蛮应该比较好 因为杀的概率 皮闪的概率摸落的大 这边这边也无所谓了 反正带走了 开始刚 看看谁才是真男人啊 夏侯尊你不是表示这个把眼睛吃了很屌的样子吗 冰一下 这里只要就是能摸一黑一杀就带走夏侯尊了 取如手机 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边只只只有一张黑牌 那没办法杀一刀杀一刀就好了 接下来再说就看就看你能不能倒下 你倒下了就不能怪别人 只能怪你自己不是真男人 好这里他竟然摸到一个桃子 你敢信 好一代劳 这里有一个九杀直接带走了 OK 甘宁 瞬间逆转三位啊 这真机还没走 还在看 吃吃的看着 然而 游戏就输掉了 再看一局啊 这局是我打的 这局这个肯定选甘宁周泰啊 你不能选甘宁小乔或者小乔甘宁甘宁小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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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宾 梁周辰甘宁小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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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宁小� 路人就喜欢杀逃跑的 就喜欢杀手无伏击之力 没有反抗之人 那随便吧 你愿意杀就杀吧 这边国家下火圆选择亮相 是不是防大嘴 还是什么意思 你看你去连逃跑的干什么 都逃跑了 有什么好连的 逃跑和离开不一样 逃跑他是永远不能回来了 而离开他是有可能回来了 你是可以打的 对不对 好这边打出一个卫国 然后又去杀167 对不对 你管逃跑的干嘛 跑了就等于没有这个人了 169知己知彼看 我这时候让他随便看 因为对面已经有两个卫国了 他无论是啥 他就算是卫国打我就打我 他也他吃他也该打我 对不对 好这里他把连弩扔了 他肯定不是卫 这边我选择亮将带节奏 反正我这个武将是没有嘲讽的 我亮了干净周菜 因为对面逃跑一个 我很怕是出现大卫国 后面大有大卫国的情形 所以这里选择亮将 拆一拆 而且我这个武将是没有嘲讽的 而且一般人是不敢惹我的 因为你惹了我 你打不死我 我就要拆光你 这就这周瑜陆逊也挺跟着亮将好吧 既然选择亮 既然选择亮那就亮吧 看看有没有大乌国了 夺一夺一发 反正有陆逊就得出半天牌 甭管怎么样 有陆逊都得出半天牌 拆手牌 他被乐了 不如拆简易码 或者拆腾甲 也可以 毕竟有下后援 腾甲还是有用 这里这个152去弹腾的顺了一下陆逊 你说他到底翘的啥 这种 你说你说让我们觉得你是在装身份呢 还是说你是个菜逼忘记技能了 这路人忘记技能太多了 对不对 反正在我看来 我觉得你不是 你就不是武 你想顺 但是你没顺到 好 这里月英直接选择亮将 开始搞 随便反正你搞就搞吧 无懈我不打 虽然是两个国无懈 但是我觉得无懈这种牌 不能在一个AOE上就用掉 那边曹操还被乐 对不对 我要控 无懈这种牌是非常关键的 你看幸好我没打 要不然月英这个疯子 肯定为了刷牌无脑 给我们反无限 路人月英都这样 为了刷牌不择手段 丧心病狂 他去杀了一刀曹操 好 曹操出不来 看国家怎么玩 是神速还是摸牌 这货不知道为什么来神速周泰 你神速周瑜都可以 你来神速周泰有意思 不知道什么想法 对周泰有多么莫名的仇恨 这边169没有动 除了我觉得他不是胃 别的我看不出他身份 拆一下距离 吃个刀过了 对不对 你这要神速也是神速周瑜 估计他不认得周泰是吗 这边他去连那个逃跑的准备通过铁锁传导一下 因为杀不到曹操嘛 对吧 南蛮我要要 这里南蛮肯定要要 因为我存南蛮的话 一会方便清场 杀了你不怕杀到队友吗 不过这种逃跑的一般都比蜀国比较多 就是比较弱 他们不爱玩 其实蜀国弱 但是有的时候反而更好赢 这边刚烈也没有刚烈出什么 继续冰一下 反正不冰白不冰 对不对 反正你也不亮 不亮就冰住你 没什么问题 而且你刚才还在顺入训 你说你顺的这个寂寞 这边西山和尚表示继续念经啊 不亮 好吧 随便 远鹰来远郊五国 看来他还是内心中还是仇位的 好吧 这里你杀一刀也可以 给他也可以吧 有杀杀一刀也可以 别寒冰我就行 掉血 我这个甘明周太排皮雪中要多了 好 月鹰又是原地起暴 看他看他愿不愿意做人头狗 路人一般还是喜欢做人头狗 看见人头是绝对耐不住寂寞的 我很少见路人能知道能准确的判断场上局势而去忽略人头的问题 路人往往都是看见人头丧心病狂 明明就是收那个人头只能收一张牌 他宁肯花掉三张牌甚至四张牌的代价去收那一张牌 这种人见多了 真的是见多了 好 这里曹涛已经被打成狗 放弃了 托管了 放弃治疗了 好吧 接下来就这两个案件的身份非常关键了 我是准备要打这152的 因为你去顺路迅了 我这不能忍你 这169是完全不想跳身份啊 所以不要管他 开个南蛮 因为你这里路迅的状态还不错 我是看看能不能收到曹操啊 哎呦 这边还有个大象 大象很厉害吧 有点伤 国家你要理智 不要救了 对 这事你没必要救他 救他没有任何的意义 他是一死人 你让他瞬间死了 这个月鹰马上翻个头来就打吴国 知道吗 你要是强撑着曹操不弄 不放这个月鹰还是去打魏国 这里我是准备对暗将下手了 决斗 然后他表示他让我淡定 我淡定不了啊 你去顺路迅呢 谁知道你是蔡啊 还是怎么着啊 对不对 你这种就不应该去顺路迅 因为你 你如果真的是吴国 好 这里路迅也去压制暗将 非常不错 知道压制暗将是好从智 直接杀了 看他到底是什么 救救救谁救你啊 这边他是一吴国 他死了 咱们评价一下他的动作啊 你有顺 我们都吴国都是亮着 你一个暗将来顺路迅 你 然后他说是什么 反正也顺不了路迅 但是你这个动作 我们没法判断呀 我们只能认为你想输顺路迅 没准你都是蔡啊 你忘记技能了 就这又不是少见 对不对 你就扔了顺 怎么扔了顺 别的人会觉得你是吴国吗 对吗 你顺本来就顺不了路迅 别人也不会觉得什么 你来顺 我们自然要打你 所以这就是你的锅 你就要背 淡定不淡定也是你的锅 你必须要背啊 这边路迅这个铁锁连暗将也是非常不错 知道打暗将就是好从事 暗将他就没想动 一直不想干活 有可能他是毒苗 也有可能这里面他是个鼠 好 运行看了一发 而且他刚才可以流离 他也不流离 那就算了 我后来周瑜去杀了他 他是可以流离的 他那边有刀 慢慢入侵 好看一下 看一下169到底是什么吧 这里我要打群无蟹了 这国家也是罪了 随便吧 你要这么玩 我就我就不管了 我这个无蟹还得留着 好他来冰我 算了周瑜不管你了 对不起了 我保我自己了 这里他也不管169 我操这个169 他瞄了 这169首先肯定不是无 是无他给乐了 他肯定先乐他 对不对 你应该不是鼠就是群了 不非鼠即群啊 我要是国家 我就把这个169剁了 管你是什么 反正你不是位 因为他之前曹操国家都在明的时候 他把连弩扔了绝对不失位 失位肯定不会扔连弩 火攻乐主对的 这就没问题了 然后他还是不敢杀 这你都不敢杀 你就杀我杀我也行 他是想收 我知道他 你想收周瑜 你想收周瑜 你直接杀周瑜好了 周瑜不是裸奔吗 你直接杀周瑜不就完了 他就想多多蹭我一刀 我知道 好吧 但是我这边万一有闪怎么办 你不就杀不死了吗 对不对 出来吧 你没人给你诬谢的 那你就按着待着吧 反正我要是有机会出来 我就要把你弄死的 这边我想诬谢兵 不想诬谢乐 因为我想摸牌 因为我出 我无邪了乐 我被兵了 出牌我没排出 还不如无邪兵 这里月鹰是最强势的 而且我非常非常害怕 这个按将是蜀国 还好按将不是蜀国 这里月鹰直接把他剁了 估计是个群 所以月鹰起手 也就没怎么搭理他 国家你敢不敢收掉他 国家你敢不敢收掉他 看看这国家怂不怂 怂他就不敢了 他就来杀我了 他果然怂不敢杀 好吧 随便你 你高兴就好 他竟然给戳死了 好的 戳死好 戳死好评 这里月鹰救不救 月鹰选择了救 月鹰选择了救 难道吃鼠吗 吃鼠你也不会去杀 对不对 这是个群雄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救 救了就是养虎一患 真的是养虎一患 他可能只看到了一个将 而不知道另一个将 这里他就养虎一患了 马腾袁绕是不会对你们客气的 我这里又不屈 铁样的男人 根本不不怕你们 这袁绕射完了 我也会去搞你的月鹰 不会让你活着的 杀一刀 看他能不能收到国家 射马 国家能不能死 国家没有死 我可以考虑收掉国家 看看我摸的牌 先火攻一下 亮红桃我真没有 别的都有 这边我就杀月鹰去了 反正那边国家 我杀不死了 他有闪 我去拆他 也未必能拆掉他那张闪 他三张牌 所以不如砍月鹰一刀 而且月鹰威胁本来就很大 他去杀国家了 在这边有官师府 看看能不能强收掉 好的国家还是收掉了 我其实当时想的就是 跟这个袁绍 尽单挑 他竟然不兵袁绍来兵我 袁绍一样把你剁了 你以为袁绍就不剁你 对不对 当然我肯定是宁愿跟袁绍 尽单挑 我也不愿意跟你月鹰 尽单挑对吧 至少袁绍他没有回复能力 没有爆发能力 你看这里已经四不去了 你可以看到周蔡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将 周蔡真乃天人 也是留我又被兵了 好吧 又得让他多 砍一 多砍一轮 没事 送吧 看看你到底是送谁 大家不是都是嘴顿吗 他只能多加 继续不屈 绝不会倒下 我的不屈 就会非常给力 这牌没杀 就拆拆 都给拆光了 拆拆看 他说杀了国家才有希望 随便 反正 反正我是肯定要压制月鹰的 因为月鹰是我单挑肯定打不过的 这袁绍我是有可能能打过的 只要我不屈给力 只要我不屈给力 这也是肯定能打过的 因为他手里那张牌是明的 我就没拆 先杀 无所谓了 巴不屈了 你敢信 这里有个无中 好屌 这里又可以砍他一刀 只要我能久不屈 我就能赢 只要我能久不屈 我就能赢 来久不屈 来一下 袁绍 袁绍是肯定不信邪的 哎 我赢了 这里还能回个血 命不行啊 袁绍 袁绍感叹 时也运也 命也 周泰 周泰是不是神将 袁绍跑路了 袁绍这货已经跑路了 再看一局 这局主视角玩家来 就叫我是骨灰 378许玩家 感谢他录像 这边的话 国家许晃比较强 诸葛亮黄中也还可以 但是 有点弱 肯定比国家许晃弱 看他最懂选择什么 他最懂选择了黄中诸葛亮 看来他是卫国玩腻了 或者是不喜欢玩卫国 还是怎么样 选择了鼠国 这都随意 我早说过国战选将 只要排将差不多就可以 选什么真的都无所谓 你就说你选个再强 你选个路径 你敢保证一定赢吗 你选个孟虎沃龙 就敢保证一定输吗 都并不能 重要的是你的打法思路 对不对 所以不要过于纠结国战的选将 好 这里知己知彼 看了一下黄中诸葛亮 然后看完黄中诸葛亮 直接杀夏甲 看起来他好像蜀国的样子 好吧 然后诸葛亮直接选择亮将 表示我一个单诸葛也不嘲讽 这也 这也不要加一马吗 加一马不是挺好的吗 他给了那个人一个顺手 想让那个人去顺下甲 继续让他们产生矛盾 所以诸葛亮根本不信 直接把你的颤一马顺了 根本不信 他要拆 他想拆完了再顺 这也不让拆 他叫个飞鼠 好 是那边那边不让顺 这边话图直接选择亮将魂雪 拿起来 还有个貂蝉 好吧 161看他怎么玩 杀一刀 然后呢 独菜 好 这边这个竟然是独菜啊 这是跟谁学的 看一下家杀下下家 好像在哪个视频里见过 他看完诸葛亮 其实他这种打法 独菜这种打法非常理智的 看完诸葛亮 就不打诸葛亮 就打下家 好 这边去杀华多 跳个飞群 接着看 这边挂闪电 这边挂闪电 就是想让诸葛亮 批话驼呗 但是你不怕有张角吗 还是说你自己就是张角 这种都不好说 好 101 直接看下家 好 他既然看了 人就把他的刀卸了 反正你都看了 对不对 不屑白不屑 个万念齐发 看看到底有没有张角 有木有张角 好像还真有判定的样子 闪 闪 闪 没闪着 我靠 这边还有恐龙 铁三角 这个游戏就难玩了 铁三角 6号位打了个无懈可击 原来6号位不是群雄 他是挂闪电 想让诸葛亮去劈他 这里无双 他还出闪 那就是寻遇了 为了摸牌 跑的 没有什么意外 他这里挂闪电 原来是想让诸葛亮去劈画图 好 三尖两刃刀 这里你敢拼点 我靠 你要说被顶出来 你一大堆牌都扔了 我靠 我感觉纪灵牌多的时候 拼点 就算有K也虚 你这真拼输了 你这 这牌全要扔了 弹腾 弹腾的不行 这里雌雄剑肯定不会让你摸的 反正也诸葛亮 对吧 这里有个神乐 把这个话陀乐住 话陀这回合是肯定不能让他弄的 这边我感觉可以 就是单亮诸葛 就是通过猎弓控一下自己摸的牌 当然你还需要控杯哥什么的 就反正挺复杂的 能控 但是 这里直接开他麻 我遇到一丝马 原来没有张角 丝马 好吧 远交 杀一刀 寒冰下 这里把话陀乐住 对面铁三角还是蛮麻烦的 这里不要无脑空城 因为现在也没有人打你 而且你神装并很安全 今天留着个寒冰 这乐真的是神乐 结果 又出现意外了 这边又出来一个魏国 成了三位了 还真的有张角 还真的对得起咱这张脸 不过这个张角没有闪 这边局势瞬间超级复杂 三位四群 局势真的超级复杂 所以现在诸葛只能就是 看看局势了 不好控 现在 说实话 你这群雄也有可能 瞬间被魏国打崩 当然了 魏国也有可能没打下群雄 让群雄把优势巩固 这种都是有可能的 这边闪电就悲剧了 这闪电真的是悲剧了 救了一下 救了一下 强行救 看真机有没有逃 没有了 只能说闪电把自己给坑了 那没办法 只能继续打群雄了 这边 司马还有个将士 夏胡元 还是许楚 天命之子 把他刀豁了 你看手里留把刀 一会还能有刀吧 所以不要无脑换刀 又给贴了个乐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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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这乐出不来了 闪了吧 看看司马能不能抬你一手 好的 司马抬了你一手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那边还有张角 中国大将又来了 又去拼点 当然你这种时候 就是手牌少的时候 是完全可以拼点的 这个姨在牢 还行吧 怎么说呢 把这把自己牌刷光了 但是那边主要是有恐龙 也算有一点收益吧 这边还是要关个红桃的 给这个张角 制造点困难 然后顺便关一下那边的兵 就反正给他制造一些困难 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貂蝉 这里离间诸葛亮和吕布 诸葛亮手里如果不是九桃 诸葛亮就死了 当然大家玩群雄的时候 经常打着打着就只顾着离间对手 而忘记了本方还有吕布 这其实是本局的一个关键节点 但是你看起来群雄现在优势其实还是蛮大的 但是这也是一个关键节点 这边群雄其实并没有什么桃了 好 刀蝉被收了 你看局势瞬间不一样了吧 好 虚楚 果然是虚楚 但是这时候亮将多过一张牌了就为了 并不敢杀 万箭齐发 这里应该是要强保诸葛亮吧 看司马的了 但是能不能保住就不好说了 这边他撸了一个桃 这里给赶了 还是要保的 反正他那张杀也没啥用 对不对 因为不保诸葛亮的话 这就全军覆没了 只能保没办法 只能保 没有一点办法 这诸葛亮 不是这司马一也是真是给力 手里是不是还有扣酒 这边打无限 我估计是 他手里是个闪 那他为啥不用闪改 他不想给张角闪吗 还是怎么样 然后司马就去了 这司马真是大功无私 不过怎么说 他要是不保诸葛亮 基本上也是输 大家都有同情弱者的心理 对吧 这里恐龙又一顿撸牌 全给了张角 这边 纪灵能不能拿到距离 能不能拿到距离是个关键 他没有距离 他要是能杀一刀张角最好了 直接劈死 劈死一个游戏就简单了 这里就 这里就屌了 铁锁连环 哎呀 很可惜 就不能把这三张牌都拿上 只能拿两张 这就有点可惜了 不过那边有狮子 但也没用 其实 除非有把刀 这里张角竟然被搞死了 你敢信 那这里就直接决斗死点位了 跟吕布近单挑吧 反正留着也是磨叽 近单挑是近单挑吧 这里祝国梁被断了 指望下一回合酒杀带走他 看下回合能不能酒杀带走 不过这里可能自己要把这口酒喝了 因为不喝就死了 但是还是有机会的嘛 并不能说没有机会 火宫留一下吧 这里没有诸葛亮了 不要求空城了 空不了城 神党杀神 还有一回合机会 啊 又来口酒 这样就顺利的赢了 那边礼物剩什么都无用了 妇巢之下岂有顽暖 再看一句 这局节奏比较快啊 主持者玩家 叫小马达一区的玩家 感谢他的录像 这里面你选司马曹匹比较好吧 司马曹匹比较厉害 单挑团战都不虚 而且两个三选 最终他选择了司马曹操 是不是不喜欢曹匹呢 还是什么原因啊 我也不知道 看这局比赛 这局比赛节奏非常的快啊 关云长顺 日本名字吗 棋手 有没有人放AOE 这里香香那样选择手量 这里如果说 他放南半有可能曹操要吸了 因为曹操这里面没有酒 没有桃 好 好 香香直接乐下家 也问题不大 他也并没有打 这是单纯乐了一下 这边留两个闪 一个酒 留基本牌 这里原来他是二张 为了捡一些垃圾 好吧 随便 他把贴锁 他把贴锁给顺走了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这位同志要干嘛 我靠 你要干嘛 我靠还中 这一下 全场打掉多少血 一二三四五六 打掉十二血 好吧 他还掉十二血 比袁绍还凶残的 世界大家都亮将了 贾徐也被捆上了 小乔被捆上也没弹出来 也不知道都是什么奇葩现象 就把这 这个庞统表是可以吹一年 好 真的可以吹一年 那边幸好香香有狮子 要不然香香没狮子 肯定香香也躺枪 反正不管怎么样 黄统是爽了 估计黄统这一下 打了大家所有人都亮将了 肯定所有人都亮了 都被打虚了 那边 小乔 有可能是因为 手里没有真红桃 那边贾许估计是忘开技能了 没想到出奇意外的被连了 这里他直接乐相向 诶 这就不对了吧 你决斗 你先吃桃 万一谈你怎么办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谈魏国 而且谈魏国也未必能谈得死 这一下发财了 你说你这图什么呀 佳学 这边是个156直接 这个上家给捅死了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这边根本死不了 怎么死 根本死不了 庞统都不悍了 表示要涅槃 这吹一年吹完了就走了 涅槃都不涅槃 好 算你屌 我以为你想涅槃呢 好 这边张飞出来又开始收割了 又是一顿收割的节奏 前人收割 后人继续收割 从头砍到尾 庞统砍完了 孙权砍 孙权砍完贾须砍 然后这里 这里你就砍到了雷弓 雷弓可就不会对你容行了 直接把你劈死 算你倒霉 这让你砍雷弓去呢 那边他还表示把那个月鹰给砍死了 上来 不知道怎么想的 送无了 这未必能送得了啊 这边贝勒了 他又出不来 好 他去杀司马 司马手里都是逃 完全不需要 这边不能放香香出来 说实话 是五个五 就我是曹操 我这个牌啊 张角不改 我都想给香香改了 我都不想让香香出来 真的 因为香香出来 他收了人头 很可能他就赢了 这边是我要收人头的 但是主持角还是太仁慈了 这边这个群雄肯定是不行了 这强撑着也没有用 还不如放弃一个呢 强撑着并没有什么卵用 真的 这会群雄还不如放弃一个进三任局 让这个香香仇位 没准还有机会能赢 强撑着没有用了 张角会理智赶紧奶假许吧 你一个奶 肯定活不到最后 好 这张角是理智的 知道保存假许的有声力量 可以杀 直接杀了 不给 肯定不给 好 张角表示送人头了 当然了 张角这时候他愿意送谁 都无所谓了 都是他的事 香香你觉得你能单挑过司马曹操吗 反正他爆发了 那随便了 给他开个万键 一会万键就该射你了 不让他收 其实收了 就一张牌 无所谓的 当然他想自己收也可以 原香香开始采用无揭操睡觉大法 这边直接来了一个连弩 并没有什么卵用了 带你飞了 其实香香打到后期 就是打到单挑不动白的时候 如果他快死的时候 是可以采用这种无揭操睡觉大法 然后通过就是狗活 慢慢通过爆发 再打这种不动白 是完全可以有可能取胜的 那天我打一局就是 单挑我一个大条香香 被黄中炎打到一血没牌了 后来我就各种睡 这个黄中 之后就睡活了 其实其实玩过以前老一一的朋友 应该知道这种打法 比较熟悉这种打法 就是用香香的时候 仰对面 仰对面不动白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